日本富人越来越富 日本央行在让国内四位亿万富翁身价涨30亿美元 欢迎收看本周四的新闻回顾 我是西尼德·麦克拉弗林 上周在美联储宣布完全终止资产购买计划之后 日本央行意外地扩大了自身的量化宽松政策 此次公告发布之后 日元出现了大幅下跌 股市回升 作为日本最富有的人 Fast Retailing公司的总裁刘景正 资产增加了20亿美元 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 资产购买计划将扩大到最富有的公司以及个人范畴 根据PineBridge投资机构日本股市研究部门表示 10%到20%的最富有人群变得更加富有 而20%至30%的最贫困人群则越发到群困 股市的回升会加快这样的趋势 丰田汽车集团 该国最大的企业提及日元贬值 并预测 企业全年利润会创下2万亿日元的记录 而日本第二富翁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 则由于日本央行的决定赚进1.82亿美元 一名首席分析师表示 短期的结果对所有人都有利 日本政府将投资直接纳入该国股市 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报告 上周在政策决定发布之前 首相安倍纪三已经指示 要保障该国的利益 数据显示 日本去年资产总值上涨24% 达到5.5万亿美元 日本百万富翁人数则增长了22% 高达230万人 而日本工人阶级的财富增长 并没有那么快 相较通货膨胀率 9月份日本平均工资下降了2.9% 这已经是连续15个月的下跌 IMF副总裁表示 无法增加工资水平 对该国明年经济形成下行风险 由于3%的消费税上调 购物也比较昂贵 私人消费出现自2009年 第一季度以来的最大下跌 本次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